利波的小七孔是上次第一期视频结束后 网友推荐给我的一个地方 今天呢我也是专程一早从B街赶到这里 我感觉猫是提起贵州最有名的还是黄果树瀑布 小七孔的名字不瞒大家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小七孔 我原来还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冷的地方 就是像云南的那上次去的那个什么 扑者黑一样 抵达利波已经是下午3点了 但是好在最近这里几乎没人 景区的区间车都是被我俩包了的 包车那挺漂亮 所以就算晚了点也不用着急 和那种壮观的自然景观相比 小七孔显得比较精致 虽然景区也很大 但是主要还是看着这个必达卡的点 第一个是这个卧龙潭 潭面不大 但是在阳光的映射下呈深绿色 同时它还带一个很漂亮的瀑布 所以这里一定是一个出大片的好地方 喜欢摄影的同学别错过 再次乘坐区间车后 意思经过鸳鸯湖 天中洞 脆骨瀑布 水上森林 石上森林 这几个地方冬天其实没啥意思就不说了 但是夏天的话还可以划船啥的 可能体验感会强很多 最后一个地方是一定要住处拍照的 它也是小七孔景区名字的由来 就是这个 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七孔石桥 要我说这种精致的小景 还是得人少才行 站在桥上两边都是绿色的湖水和古树 真可谓是满目清脆 如果再来点若隐若现的雾气 我觉得这地方就真的是个四外桃源 和西藏新疆的那种大山大河相比 小七孔还别有一番风味 你觉得呢